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波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包含赛诺飞 国光 东阳 高端等四个厂牌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就宣布 率先全国要求接种单位 公开揭示接种厂牌 另外家长若想让孩子施打特定品牌 可领补接种通知单 公费施打 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今年一共有四家厂牌 包含赛诺飞 东阳 国光 以及首度加入的高端也在名单中 由于公费疫苗 民众不能挑选接种厂牌就引发了争议 上午秀燕在市政会议上宣布 台中率先全国 及其要求各接种单位 都必须公开揭示疫苗厂牌 所有的接种单位 必须公开揭示接种的厂牌 换句话说 政府发什么给你 那些医疗单位或施打单位 他没办法挑 可是今天打什么疫苗 必须公布 必须公开 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卫生所 或者是我到学校去施打 或者是某一个医疗院所他打什么 他必须揭露 公开透明 让民众有知的权利 也贯彻阳光政治的施政理念 可以看到 卫生所门口就清楚贴出公告 让民众知道 这打进身体里的疫苗 究竟是哪家厂牌 也能有选择改地点施打的权利 另外校园配打疫苗 家长若想带孩子施打特定品牌 也可以跟学校来领取 补接种通知单 一样是公费施打 上述硬就强调这疫苗 大同小异 但尊重民众的喜好意愿 让民众了解 自己施打疫苗的厂牌 而且尊重民众的意愿 施打的地点的话 台中市主要有分为三大个区块 第一个就是医疗院所 包括各个卫生所 第二个就是校园集中施打 那我们校园集中 现在已经开始了 昨天就开始 那一直会打到大概11月中 所有的校园内的施打都会结束 另外我们会安排在社区接种 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已经开跑 针对三岁以下幼儿 仅提供接种赛诺飞 或是东洋的流感疫苗 也呼吁民众 及早施打才能增加保护力 台湾市采购近6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 提供特定对象接种 第一阶段已经从10月2号起开始施打 优先施打对象有65岁以上长者 幼儿孕妇和高风险的慢性病人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来施打 桃圾市公费流感疫苗开放施打 提供各类公费对象接种 卫生局说明 疫苗分为两阶段开放施打 第一阶段10月2号开打 第二阶段11月1号开打 开放对象也有所不同 对象包含了65岁以上的长者 医事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 安养护机构及长照机构的住民 以及照顾工作者 以及满65岁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 第二阶段是从11月1号开始 是针对50到60岁以上 无高风险的慢性病 那卫生局呼吁 符合这些公费接种的民众呢 能够竞速到我们的卫生所 及合约医疗院所施打公费疫苗 桃圆市另外也提供65岁以上长者 免费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民国是17年以前出生的桃圆市民 都可以施打 接种疫苗的长辈表示 注射后身体并没有出现异样 多一层保障也很好 有时候外出或什么样子 我怕这个环境的影响 会受到环境的感染 打完我们姐跟一般打针一样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 对啊 我每年都有打 每次都有打 感觉还不错啊 现在是入秋季节转换 耗发流感以及肺炎等 呼吸道结病的时期 卫生局呼吁民众踊跃施打 保障自己的健康 高雄捷运公司在高雄市 金发局的媒合辅导下 与两家科技公司合作 打造全台首创的 5G沉浸式轻轨列车 借由5G定位技术 将车内车厢的影像画面 与车体位置 随着车型停靠地点进行变化 还有虚拟的IP导览员 与乘客互动 创造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 搭配升光效果 再加上5G AIOT技术 虽然是在轻轨列车上 但是宛如身在海底世界一样 这是在高雄市金发局的 媒合辅导下 高雄捷运公司与两家科技公司合作 所打造的全国首创 5G沉浸式展演车厢 要让乘客享受一种崭新的乘车体验 一方面在促进观光 那二方面也能够让民众知道说 其实搭轻轨除了说 沿路有像龙猫隧道等 高雄市很多的景点 那二方面也能够有不同的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来了解到说 高雄其实在5G AIOT等等的 还有数位内容产业等等的成果 透过我们这样的5G AIOT 把它创新跟运用之下 让我们的民众感受到 它不再是一台车子 而是有一个全新不同感受的 enjoy的过程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上车 抢先体验机时展演的效果 高杰公司的沉浸式车厢计划 将5G技术应用在民众日常的 大众运输载具上 藉由5G沉浸式展演 5G虚拟IP互动导览 及元宇宙互动游戏 创造全台唯一的独特旅游体验 感觉是很不一样 因为原本以为说轻轨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但是我们刚刚搭乘的时候 是觉得它整个感觉 很像我们来到那个游乐园 环球影城那一种 对 然后它整个车厢 就是非常的舒适之外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主题性很强 它有做很多不同区的一个造型 不是单纯只有小动画而已 觉得就是很特别 就是平常就是搭轻轨的时候 都是看户外 那这次就是直接可以体验 里面的那种感受 就是有什么海底世界 或是火岛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 觉得很特别 根据5G的定位来去做轻轨车站的位置 来去播放不同的内容 另外第二个技术是使用5G也是影像串流的部分 我们在高雄其他地方的一个摄影棚 当现场连线跟在车厢连线的轻轨少女 来做远端的控制 让民众可以直接跟轻轨少女来做真人的互动 去介绍我们高雄的好吃好玩 或者是高雄的亚湾的相关的景点这样子 那第三个是元宇宙的互动游戏 是让民众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累积点数 来去跟每一站的周边的商家来去换取优惠或者是折扣 这台密干号二代 车身上不仅有可爱的密干站长 还结合了水土光火四个元宇宙世界为理念的彩绘 从即日起到113年2月29号前 在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间运行 民众可以在第二节车厢进行互动体验 感受有别于以往的乘车经验 高雄市去年首创交通安全大使招募 人数至今突破500大关 市长陈其迈亲自授予交安大使的证书 除了感谢交安大使用心宣导 也强调成效卓著 跟去年同期相比 A1车祸死亡人数大幅减少 是否会持续增加预算 改善行人用安全 去年高雄市首创全国推出交通安全大使招募 获得广泛回响 至今人数已经突破500大关 市长陈其迈亲自颁发交安大使证书 感谢他们协助宣导交安 将交通安全的观念深入社区 从小学生到银法族纷纷加入交安大使的行列 受证典礼上承认远己的交安大使郭水胜代表致辞 并做了经验分享 要跟民众互动 尽量避免一周中而已 多于一些案例的学长 民众才不会替大伙无趣 也能投入其中 吸收更多的交通安全观念 这次有许多国小生担任交安大使 市长陈其迈除了表示感谢之外 期待只有小朋友吸收交安观念 再分享给家中长辈 可以跟家人一起遵守交通规则 而跟去年同期相比 高中市车祸死亡人数已经大幅下降 过去都是阿公阿嬷在教孩子 现在很多都是孩子在教阿公阿嬷 尤其我们高雄中卫死亡车祸的比例 我们高零的车祸的比例 其实也相当的高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大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 各位交安大使 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守护高层的交通安全 另外陈其迈表示 明年将会大幅改善同学步道 并且积极争取预算 维护行人用录的安全 增加我们的预算 从过去的5.45亿 增加到今年的10.6亿 增加了94.5% 那通学步道的改善 在明年我们也会完成 我想我们会持续的 跟中央来申请预算 持续的来改善 我们行人用录的安全 陈其迈期待透过交安大使的网络人脉 将宣导活动融入社区及日常生活 让道安观念深入到各年龄 社区减少车祸事故的发生 搭大众运输很环保 但是跨县市通行 一个月交通费也是一笔负担 陶竹竹苗通行月票上路了 从288元到1200元 总共四个方案 无限次搭乘 就民众每天搭公车 往来新竹县市上班 买288吃到饱 大省交通费 排队等着上公车 客运站全市等车游客 和上班上学民众 陶竹竹苗通行定期票 已经上路 能节省交通支出 陶竹竹苗共同生活圈的 大众运输T-Pass 已经在10月2号正式上路 那民众可以依购买的方案 来无限次搭乘台铁 公路客运 国道客运 以及市区公车 还有陶原集结A7到A22站 那在公共自行车的部分 可以享有前30分钟的免费 定期票上路 四方案包含 竹竹288元 竹竹苗699元 陶竹竹799 陶竹竹苗1200元 30天无限次搭乘 台铁 陶竹 国道公路客运 市区公车 骑U-Bike 还享有前30分钟免费 住新竹市的陈小姐 每天到竹北上班 每月公车费就要600元 现在买288 吃到饱 省钱又方便 我一个月可能要花到600多块钱搭公车 那现在只要288 就省了超过一半 我觉得很划算 那搭公车的话 也比较安全跟方便 那如果民众在购买后 有续购的需求的话 可以在到期前10日 到纸巾的地方来做续购 那如果有更改方案的需求的话 则必须在原方案使用完毕后 再做方案更换的购买 除了纪念票卡 也可持悠游卡到县府大厅 台铁车站和10个乡镇公所等 设定购票方案 省荷包节能减碳 通勤更便利 我长得也要长超人 长跟超人一样吗 请你跟我这样做 几手过马路增加能见度 走这边比较快 我哪 这样穿过就好了 等一下 不通欧北过车路 我们减班买山很安全 副长 赶时间吗 不急 路口减速有够赞 平浪行人才最棒 路口要安全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厅 屏东县明阳公司爆炸事故 造成严重人民伤亡损失 苗栗县政府10月份 立即启动危险物品场所 专案联合机查行动 在县政府秘书长陈冰山的带队之下 省市县内使用公共危险物品的场所 屏东明阳公司爆炸事故 引发企业防灾问题 经县长中东景在县务会议上指示 明浪县政府秘书长陈冰山立即带队 联合消防局 环保局 工商发展处 及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中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等单位 在10月份展开联合专案机查 此行是在例行检查外的不定期机查 针对县内有10家使用公共危险物品第三类 净水性物质或是第5类有机过氧化物的场所 进行专案检查 其实我们全线有170家堆放危险物品的场所 那我们规定每年定期最少会检查一次 然后我们除了定期检查以外也会不定期检查 像我们今天消防局就会同各局处来做不定期的检查 除了针对如果检查有瑕疵的话 我们除了限期改善改善到好以外 也会依规裁法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放心 专案检查第一站是来到铜锣工业区的 国宝制炼油漆油墨公司 此处有存放消化纤维素原料 业者都有专属空间堆放 旁边还备有消防砂等灭火器材 以规定申报机查合格 目前这家看的情形刚才董事长有在 我们看的情形目前来说一切都符合规定 像这个消化棉东西就是做炸药的 可以做炸药NC 简称NC 这个业主就评良心要这个都知道了 而且我们以前进口的时候 都还是经过省政府在的时候 还经过省政府第五颗的核准 核准进口之后 评的批示公文再到国贸局申请 都打工厂加强保安监督制度 确实执行消防的防灾计划 苗栗县政府也呼吁 业者应该善尽自己财产自己保护的概念 落实公共危险物品保安监督自主检查 各项消防安全设备维护及自卫消防编组的演练 选择合适的灭活方式 在面临灾害事故时迅速反应 台湾市扬美体育园区跆拳道 即运动场馆正式开幕 在市营运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入场 主要设施有游泳池、体势能中心等 还提供300堂免费课程 邀请您一起来运动 扬美体育园区跆拳道 即运动场馆正式开幕 即使起至10月15日 市营运期间免费开放民众入场体验 台湾市长张善正特地出席开幕典礼 为扬美体育园区跡跆拳道运动场馆 揭开序幕 这个体育园区跟场馆 是我们桃园市最大的一个体育场馆 那么有很多的运动设施 包括游泳池、球场、游泳运动等等 那么从今天10月2号开始 连续两个礼拜开放免费给我们 所有的三星朋友来体验一下 扬美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一座 对外营运的体育园区 共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馆内设施包含游泳池、体势能中心 综合球场、桌球室 有氧级瑜伽、舞蹈教室 还有舒适的休息空间 那目前免费开放的项目 有游泳池、健身房、体势能教室 甚至于各项的体势能课程运动 还有我们的桌球、篮球、排球等 各项的运动设施都是免费让大家来使用的 欢迎我们大洋梅地区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我们洋梅体育园区 洋梅体育园区市营运期间 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晚上10点 所有设施都可以免费使用 还提供将近300堂免费课程 欢迎民众一同来彪悍 杭州亚运如火如荼进行 中华队再传捷报 竞速溜冰男子组3000公尺接力赛 和3对3男篮都摘下了金牌 陈吉奥人其中好手柯福轩与林信宽 都是戴中伊娜 堪称是台中之光 更为台中运动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首男花束身上带着奖牌 他们是这次杭州亚运 竞速溜冰男子组3000公尺接力赛 勇夺金牌 扬明国际的中华队 代表卢轩市长在昨天 我们分别跟华伦溜冰 在亚运获得到接力赛的金牌 还有也跟林信宽 就是亚运的3对3男球 获得到金牌 分别跟两位选手的家属 有先表达恭贺之意 在华伦溜冰的部分 我们也列为台中的发展重点 所以我们在几个国内的赛事 大概都定期在台中举办 我们在全民运动会 也拿到相当好的成绩 那所以我们在这次华伦溜冰 就昨天的3000公尺 男子的部分 以0.01秒来胜出 赢得这个韩国 那获得到金牌 这非常不容易 手拿金牌 开心的合影 另外篮球新秀 林信宽 也在10月1号晚上的金牌战 虽然中华队一度落后7分 但在中场前16秒追评分数 最后以18比16的成绩 逆转击败卡达队 勇夺台湾队史上 首面亚运3对3 男篮的金牌 创下历史新叶 而台中的篮球健儿 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从市府格外重视运动绩效 不难看得出来 市长卢秀燕上任以后 大力推广3对3的篮球赛事 除了先前办过的2022 大专院校3对3篮球锦标赛之外 3对3的联盟赛事 更曾经三度到台中举办 国际篮球总会也在官网上 刊登专闻 显见市府在推动上 不遗余力 那这样的赛事 其中我们培养一位优秀选手 就是林信桓 也就是这一次在亚运 我们分别在四强赛 有投下逆转胜的一颗球 那同时在金牌战 也投下自胜了两分的这个罚球 那这个部分非常的不容易 亚运上面可以在篮球项目 特别3对3取得金牌 因为面对到国际选手 他的身高优势 以及题材优势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几年带动这样3对3的篮球的人才 的培养以及风潮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台中在接下来的亚运 还有其他选手在参赛 那我们希望一起邀请市民 为我们台中优秀的选手 在亚运的努力进行打气 我们希望再争得更好的成绩 杭州亚运中华队屡屡传出捷报 卢市府大力推动酷运动酷城市 也让台中的运动风气 持续向下扎根 蓬勃发展 魁威九年 双十国庆焰火再度移施台中 由全国首创无人机搭载焰火 搭配上超秋的爵士音乐 以及36分钟的焰火 还有魅力晚会等四大亮点 庆酬会主委游锡坤更是大赞 由五星市长卢秀燕带领 国庆焰火办在台中 很放心 放入象征启动的钥匙 一百一十二年双十国庆焰火 在台中中央公园 庆酬会主委 立法院院长游锡坤 亲自出席宣传活动现场 并大赞由五星市长 卢秀燕带领 国庆焰火办在台中 肯放心也最适合 特别选择台中 台中是年轮汇萃 地灵人解的地方 不但市长是五星级的 一百年前 自警事件 那时候反殖民 政治有政治制 台中可以说是大扁林 不应过去台湾民主百人追求 所以特别选择到台中 来做我们国庆的庆祝活动 就是把国庆焰火放在台中 睽違九年 国庆焰火再度移施台中 模拟施放画面 今天首度曝光 璀璨烟花搭配爵士乐照亮夜空 上午秀宴特别感谢中央 给予台中机会 一定会办得有声有色 更亲自拍摄宣传影片 邀民众来台中 欣赏国庆焰火 您知道今年的国庆焰火在哪里吗 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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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国庆焰火在台中 带您抢先掌握这次的四大亮点 包含全国首创无人机搭载焰火绽放 以及超秀的爵士音乐 施放长达三十六分钟 市府全体总动员 配合中央精心设计 就是要让国人感受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们首创无人机来搭配 过去大家都知道你放无人机 就不太方便放焰火 因为担心焰火会打破无人机 或者你放了焰火就没有无人机 可是我们这次是全国首创 把无人机搭配焰火一起来进行展演 这是前所未见的 那我们尝试做这样 那当然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 国庆的相关的系列活动 想一睹国庆焰火的魅力 除了中央公园 市府也规划十五处推荐观赏点 人潮带动无限消费力 市府结合夜市商圈推出各项活动 就是要抓准这波国庆商机 行销台中 10月10号就要迎来国庆日 台中市特别针对重要路段 增加一万六千多面的国旗 数量是历届最多的一次 中央里眷村人数众多 每年都会额外准备进五十面国旗 今年不仅要让中央里骑海飘扬 还要让全国和李明谨记这份感动 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随风飘扬 距离国庆倒数还有八天的时间 台中市重要道路陆续插满国旗 而未在大亚区的中央里长 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自备进五十面国旗 要让社区骑海飘扬 其实我们这里是建村 本来建村每一年的双十国庆 百个国旗就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里都是外省白白 蒋武国当司令的时候 这边都是空军的眷属 以及装甲兵的眷属 所以这个地方 都是农民最聚集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对国旗的感情 特别特别的深厚 台中市这次准备了一万六千面的国旗 比以往多了约两到三倍 数量是历年之最 以大亚区来说 国旗面数成长超过三倍 往年就是我们插挂国旗的话 从往年就是一百多面 之后增加两百多面 那今年就是增加到三百以上的一个国旗 我们大亚区就增加三百二十面的一个国旗 那其实我觉得国家的一个生日 节庆 有悬挂 一路上悬挂国旗的感觉 就给人家觉得是一个 就是全天普天同庆 那种感觉的那种热闹的一个氛围 综艺里还有不少外省第二代第三代 因此每年元旦都还会举办升旗典礼 吸引千人来参加 体现浓浓的爱国情操 因此每年国庆里长也都会准备进五十面国旗 从不间断 为了让黎明重温儿时旗帜四处飘扬的场景 国庆日都会到外面 像台中市政府广场去升旗 然后现在在自己的社区 可以看到国旗飘飘 真的是很感动 爱国旗爱国家 我看到国旗心情就很激动 对不对 我去沙沃地的时候 看到黄的国旗 我都会哭啊 中医里每年国庆日 插国旗办升旗典礼 对黎明来说 这不只是放假 而是意义非凡的节日 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爱与认同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如何正确左转弯 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 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 就打左方向灯 然后查看照后镜 并摆头确认左方没有来车 才可以变换至内车车道 族心情说的没错 进入路口后 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 转之前呢 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 如果有执行车 一定要让他先走 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 才可以起步 苗栗县210个社区关怀据点 在西湖乡二湖社区活动中心接牌 现场中东景专程送上开办费 并带来了好消息 考量物价上涨 明年起会全面加码补助关怀据点 共餐的伙食费 长辈们跳起传统的民俗表演 让人回想传统庙会前的欢乐时光 西湖乡二湖社区活动中心 开办关怀据点 并设置巷弄长照站 全为苗栗县地210个据点 地方各界一同来参加 县长中东景专程送上15万元的开办费 欢喜揭牌 社区也感谢县政府和企业等各界赞助 让二湖社区据点得以成立 希望能长久维持下去 而湖社区在每周而提供共餐服务 关怀访试与健康促进和社会参与活动 县长鼓励长者多走出扎门 与外界互动才不会老 更带来共餐伙食费加码等 多项敬老福利好消息 关怀访试与健康促进行 对县竞选承诺 让县民福利扩大 针对关怀据点设施 中县长全力支持 希望长者能就近利用 延缓老化 打造活跃的幸福城市 重阳节前信苗栗县县长中东景 前往县内百岁人瑞家中未放 至赠敬老礼金 今年首站前往未访 108岁的翁靴玉云 她是县内最年长的女性 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她早餐 最喜欢吃麦当劳的 麦香鱼以及玉米农糖 苗栗县重阳节未访首站 拜访108岁人瑞翁靴玉云 特别准备她最爱的麦当劳 我想重阳节 本来就是这个 除了感觉到长辈的养生素很好 当然能够一百多岁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表示这个子孙一定是非常的孝顺 老人家一定是生活得很愉快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 不管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如果能保持一个一夜的心情 可能会是长寿很好的基因 大家都说 这么长寿是吃什么东西 其实是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没有特别的饮食 那还很喜欢吃麦当劳吗 对 她麦当劳还可以吃 但是血液饱才可以 应该我看是心态的问题 心态她无忧无虑 在子女的细心照顾下 翁靴玉云依旧充满元气 家人特别将翁靴玉云 年轻还有近年卫访的照片陈列 今年县内百岁人类共122名 集中苗栗市后龙镇 头粪市还有竹南镇 我们前县有很多的人类 苗栗县后龙镇 总共破百岁的15个 所以我们后龙镇是一个 非常适合居住 而且长岁的乡镇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县长 特别来卫访我们108岁的阿嬷 在这里当然也要祝福我们 这个乡里面还是很多长辈 只是年纪没那么大 也要祝福在这个 重阳佳节的前夕 祝我们县内所有的长辈们 大家重阳节快乐 针对百岁人瑞 县福将陆续喂访 并赠送敬老礼金礼盒 给予老宝贝们满满祝福 重阳节即将到来 敬老礼金老人家们拿到了吗 台中市即日起发放 今年符合领取资格的 共有45万人 比去年多了2万人 预算增加了1亿元 而申请转账的长辈们 大约有4成 拿到敬老红包的阿公阿嬷 都直呼好开心 林长把一张张千元大钞 仔细装入红包袋 一早就忙得不可开交 光是西屯和安里 就有1066位长辈 等着领重阳敬老礼金 阿公阿嬷看到里长来家里 都没开眼笑 这借桌这么好 大家都很高兴 是呀 这有够够够的那种啦 比较多人 很高兴 然后他多一点更好 当然很开心啊 对不对 能活到这把年纪的 还能够领到这个钱就很好了 拿到红包笑得何不拢嘴 爷爷今年76岁 每年的礼金都让他好 期待 10月2号台中市府 开始发放重阳敬老礼金 只要满65岁以上 就会收到2000元红包 百岁以上人锐 敬老金更高达1万元 许多区里与地方团体 还纷纷加码 食用小物与面线 对长者表达敬意 市政府这边发放的那个敬老礼金之外 我们还有我们有 慈善会的面线 还有我们 里内所购买的一个 绿水栏 今年台中市符合领取资格的 共计45万名长辈 比去年增加2万 金额也多出1亿 而发放的方式 除了领现金之外 疫情之后 这两年社会局大力推动 转账支付 让长辈不用等待 敬老金发放第一天 红包就轻松入带 今年就是一个特色 就是说 希望多数的老人家 都可以从账户里面转账 人数是有增加 大约是18万人 采用转账的方式 大概占整体 我们发放人数45万人的 大概四成左右 市府照顾阿公阿妈不手软 在重阳节贴心送上礼金与礼品 让每位长辈都可以开心享受 过个精彩的乐龄生活 长者来到超商缴费 常常因为老花看不清楚 或是不懂操作 金竹县卫生局 就推动高龄友善超商 由圆培科大协助改善酒间超商 包含提供老花眼镜 电子面板操作等 也增设轮椅坡道和无障碍厕所 来方便长辈 戴上老花眼镜 长者拿着缴费单来超商询问 变得更加方便 店员也用课语回复 能快速听懂 卫生局推动高龄友善超商 展现成果 那我们新竹县的那个高龄友善的一个场域 我们今年是设置在便利超商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今年10月底前 我们要完成9家的一个便利超商的一个高龄友善场域的一个设置完成 那我们今年主要重点是在新丰 湖口以及新埔 针对每个项目我们去做一些辅导 比如说我们外面的一些空间 那里面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安全 以至像是无障碍空间的一些设施等等 我们会去做各项的评比 那我们历经大概三个月左右 那有三个团队大概9位的辅导专家 那我们进实际的场域进行辅导 那预计会在10月底之前 我们会完成各项辅导措施 并打造这样子的一个高龄友善的一个消费的一些环境 县福与原培科大合作 从各乡镇老人据点调查生活环境八大面向需求 并落实辅导环境改善与评比 针对超商让长辈用得安心看得懂 加强服务人员训练 包含提供老花眼镜电子面板操作等 硬体也要求轮椅坡道和无障碍厕所 长者来体验都很有感 录制宣导影片 鼓励长者多利用 卫生局第一阶段在新峰湖口及新浦 推动九间高龄友善超商 还要陆续扩展到其他乡镇 打造完善的乐龄城市 永和环和新希望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今年开办非洲鼓班 透过手拍鼓搭配手摇铃 帮助长者训练守备的激励 记忆节拍 训练脑力 长辈们排除完整的鼓曲 有满满的成就感 更感受到团队合作的乐趣 长辈拍着非洲鼓活力四射鼓声磅礡 环和新希望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今年开办非洲鼓班 在老师指导歌曲带动 与老友的陪伴下 长者们拍出快乐曲调 打鼓的时间就是舞动 我们手指的灵魂 全身都舞动的 然后带动我们的全身细胞 然后让我们很开心 对 然后就身体会健康 大家同学都互动啊 然后很好 打非洲鼓需要大腿夹紧鼓声 配合曲调拍击鼓面 接着做出各式手部摇铃动作 完成一首曲子 不仅有满满成就感 年长者透过打鼓 更能活络身体训练手脑并用 非洲鼓因为是牛鼻做的 然后我们要很用力的打 那个回声也很好听 然后手指很灵活 手脑并用 然后我们扣进脑的活力 手指也不需要 也比较灵活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都很整齐 大家动作很整齐 清晨很特别 很快乐 而且可以释放压力 对 然后我们这个脑坡也比较 脑坡会比较震荡的很好 王子失智 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 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会 照顾永和大城地区长者 今年二月开办免费非洲鼓班 透过律动 记忆节拍 帮助长辈延缓失能失智 手脑并用 我是觉得可以依法失智 失智 还有它联活度 你如果常常在运动 它的联活度就很 就很看起来就很 这个好联活 对 那如果它没有常常在用头脑的 就这样 插插 嬉戏 那种感觉 连长者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鼓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有很 我们的同学都三期都 没有缺席的任务参加 对啊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熟品牧师 他们真的很用心来安排课程 感谢感谢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定期变换教学课程 让长者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学习 提升学习兴趣 增强体力与记忆力 我们是钞票 刚刚从中央银行诞生了 从此我们将为人们服务 大家会用我们来购买东西 可惜人们常常不太爱护我们 请不要随意搓揉 折叠 把我们丢进洗衣机 也不要在我们身体上涂鸦 做记号 请将我们整齐地放在皮夹内 如果您有过多的纸钞 记得存到银行 安全又赚利息 经过整理后 就有干净的钞券可用 钞券代表国家的形象 按习心抬币 大家一起来 桃圆市卫生局考量 偏乡医疗量能不足 再加上长者行动较不方便 与台北医学大学 成立了新国民医院合作 前往偏乡地区提供专业医疗服务 落实友善桃圆的目标 为让偏乡民众久以方便 卫生局从108年起 就推出医疗网络服务计划 并携手台北医学大学 新国民医院 提供沿海偏乡地区 医疗服务的关怀计划 并在今年从原先的三个区 提高至五个区 不仅为偏乡地区民众 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更落实友善桃圆的目标 主要是考虑到 桃圆市沿海的地区 医疗资源比较不足够 所以桃圆市政府从108年开始 就推出了沿海地区 医疗网络的服务计划 那时候最主要是 针对我们的大园 观音 新屋三个地区 来提供每周两次的行动门诊 还有远距专科会诊 此外还有健康讲座 还有推出玉立医疗 照顾资商服务 北医副院长表示 当时接到卫生局 到偏乡服务的邀请 马上一口大意 希望进到医疗产业的企业责任 与有趣的发展 台北医学大学来进行我们医院 就是为了要来实践 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做有趣的发展 桃圆卫生局 他们来这个偏乡 来做社区的医疗服务 就是来服务我们这些偏乡 没有西医的礼别 然后能够进驻到这些社区据点 然后来提供他们就是跟医学中心等级一样的服务呢 那这个是跟我们台北医学大学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是非常的符合 市议员感谢市府推动医疗网络服务重视偏乡民众医疗的需求 医疗局的沿海医疗服务网对于我们偏乡的长者来说是以大利多 是非常的方便 那因为偏乡要到医院呢 需要周车劳顿 需要排队 需要花时间 我想来到偏乡的定点呢 那看医生更方便了 而且对于挂号费也有补助 甚至服务更周到的是 早上看诊完 下午呢 药就把你送到定点 那如果有需要医生呢 到家里访试呢 我想这个车马费呢 也是由政府的预算来支出 我想对于我们偏乡的长者 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服务 即日起至11月底 每周二早上9点到11点 卫生局委托的新国民医院团队 将会到九斗及浦顶活动中心 进行诊疗的服务 提醒民众把握机会多加利用 桃园市政府举办与未来共融新书发表会 书中收入了15家获得桃园金牌企业卓越奖 肯定的业者 书中呈现业者如何将ESG企业社会责任 纳入日常经营 让永续成为带动企业转型的动力 经济发展局今天在桃园市会议厅 举办与未来共融新书发表会 由市长张善政亲自赠送签名书给金牌企业 张市长表示 桃园市攸关台湾经济密卖的工业大臣 在产业的升级过程中 市府协助在地的企业寻求相关资源 将转型的损失降到最低 维持竞争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本书 15个金牌企业怎么做到ESG 这些落实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桃园 所有企业做一个参考 让他们可以参考说这些企业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参考别人的成功案例 自己的企业里面要做起来就会相对轻松 他们能够带动所有桃园上万家企业 都往ESG这条路上往前迈进 15家业者分别获得去年度 桃园市金牌企业奖项肯定 远街出版社采访业者之后 呈现业者对于ESG产业的思维与实践 一般来说企业转型普遍面临两个主要的议题 现在企业经营上面最大的两个议题 第一个当然有一个叫转型 产业转型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现在我觉得就是这几年讲的特别特别的多 就是上面这边书民也会谈到的 或标题上会谈到的ESG 今天收入了15家企业 虽然我们是用ESG三个面向 但是我相信其实每家企业在这三个面向 也都不可偏肥 桃园产业面临二代接班的挑战 企业要朝向永续的基民 必须落实ESG挑战技术的创新 完成企业转型 而政府也协助企业降低转型的振动期 帮助企业成为桃园经济成长的动力 全台最大厂 技职学生流行服饰及彩妆时尚大秀 新北斗艳时尚伸展台 今年以Others为主题 不仅跨学制首创青少年组参赛的赛事 更是扩大了办理国际创意造型设计组参赛规模 展现技职亮能 也为学生打造发光发热的舞台 走在梯台学生模特 潇洒自信的气场夺得全场目光 新门事办理斗艳时尚伸展台迈入第七年 提供技职学生跨越整合学习的机会 我刚刚就在想我们后面这群同学 我单单看他们穿这双鞋子要这样走 我不想他们要走多久 我想教育要做什么 就是帮孩子累积所有的能量 可是不够 累积够了 要到底给他们做什么 要给他们舞台 所以这个生长台 它不仅是个舞台 它还可以生又在 能任家商刘同学在镜头前摆出优雅姿势 然而这背后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 我们每一个人的脚趾都全部都破皮 然后全部都是 就是全部都包成OK棒 然后这样子然后硬还要上台 然后还要站很久 这比较印象深刻 但是因为老师还有很多 我们班上的同学 然后还有家长什么的都会 很努力的就是挺我 还有网路人气投票的时候 大家也是很努力帮我拉票投票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在国际创意造型设计组 今年有168位学生参赛 树仁家商洪同学经过反复试验讨论 最终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 我们想要创作的是越南的熊王姐 那熊王姐呢大部分就是以蓝色为主 因为它主要就是代表 越南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 然后其中还有包括粽子 所以我们也有挂粽子上去 然后主要是用蓝色的原因是因为 蓝色在越南是代表和平 然后可以细水长流的颜色 我们这次还结合了新住民教育专班 能够将国际的元素能够纳进来 让我们整个技职教育的国际化 能够透过我们的新住民 也有呈现多元的文化 看似光鲜亮丽的服饰配合是张树 国际史中许同学 耗时多个月练习所产出的心血结晶 因为我之前就有常看一些 就是杂座电视上那些异国的那种 电视或者节目 然后就觉得有很多文化 它都会融合在一起 然后所以我就决定用曲线的方式 然后展现就是它感觉在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用编织 然后感觉它们是交结在一起 今年首度邀请跨县市学校参赛 更新设青少年组赛事 展现技职亮能也为学生打造发光发热的舞台 为了帮助弱势族群而成立的庇护工厂 以精美优质的手工礼盒受到青睐 借满十周年的庇护礼在升级 新北市今年推出了手工灶加上香氛蜡烛礼盒 还找来艺人Lulu担任爱心大使 希望大众送礼时能够选购庇护礼盒 来支持庇护学员 哎哟 我们什么交情了 嘿 女人来就好 不用买礼物啦 新北庇护礼送礼只有两下仪 年度代言人Lulu为第十届新北庇护礼宣传 呼吁社会各界发挥爱心 送礼需求多多选购庇护好礼 91年成立的慈佑庇护工厂 一开始提供洗衣服务 十年前研发手工香皂 一直到最近更开发了蜡烛香氛 我们这一次推出的礼盒 有香氛蜡烛跟手工皂 那本来只有庇护工厂做的是洗衣的服务 那我们这一次也研发了不同职种的业务 是为了让身心障碍的庇护员工 可以学习到不同的职务 除了洗衣 他也可以学习手工皂和香氛产品的制作 那这样子也可以 让他们未来可以衔接到外面的职场工作 然后扩大他们的就业能力 然后增加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这样 以斜杠作为理念 希望培养庇护学员多一种谋生的技能 在社会中更具优势 能自力更生 每一年新北市劳工局都会提供研发资金 由庇护工厂研发当年度的庇护礼代表产品 今年适逢十周年 特别结合新北市的柿花 茶花以及绿茶的香气 并且加入了蜂蜜 组合成为独特的茶花蜜香 曼竹石花礼盒 新北市从103年开始推动新北PU理这样的一个企划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一个PU理来多多宣传 我们新北市PU工厂所生产的产品 来协助他们推广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也无形当中带动他们的营业额 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些PU员工 他能够自立生活自省就会 未来如果可以在这边训练完以后 可以转接到一般的就业职场 即日起民众可以上各大网购平台的 新北市庇护工厂网络商城选购 以实际行动陪着庇护学员们 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长远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一年一度双十节国庆日即将到来 苗栗县公管厢一家幼儿园 让小朋友体任国家的重要 特地盛装打扮 在乡内展开庆祝双十活动 盛装打扮手摇小国旗 游行到国管乡公所 乡长热情接待送堂 现场气氛欢乐 中和民族生日快乐 高举着自己亲手绘制的国旗 戴上双十节的帽子 小小幼儿提早庆祝双十节 办理游行活动 圣诞节万圣节都游行打扮过 这些小朋友还是第一次展开双十节的游行活动 开心全都写在脸上 圆方特别安排 也希望让小朋友感觉到国家的意义 让孩子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 认识我们的国企 认识我们的文化 继合爱家乡 爱文化 爱我们的国家 欢迎这一群小朋友们的到来 公管乡公所顿时也热闹起来 大家面带笑容 乡长爷爷何在心也和他们一起欢唱 并一一送上小朋友最喜欢的糖果 感谢他们带来的国庆祝福 很久没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们 未来的主人 今天感谢小豆豆 这个幼儿园来办理小朋友的健心 给来乡公所来拜访一下 给公所带来很大的活力跟朝气 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快快乐乐的长大 不仅庆祝国庆 原方也响应公管乡长所提倡的旧集会活动 当场捐款 希望帮助公管乡落势家庭 我们的乡长常常都在爱心 做爱心 那我们学校呢 我们也想说准备一点点爱心的现金 那我们就想说一起共乡盛举 营造以善为本的友爱环境 让公管乡更温馨 众人在公所前阶梯一起打合照 同言同语的歌声和祝福 使得112年的双十国庆日更有向下传承的意义 生怀民国 生态快乐 孕育新竹地区艺术人才的摇篮 新竹美展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届 吸引262间作品参赛 分为西方美才 立体造型艺术等六大类 包含六个竹签奖和得奖创作 共133件精彩作品在新竹县市同步展出 兔耳造型圆湖茶具大展陶艺精巧 花艺融入艺术看见玻璃璀璀 新竹美展艺术饗宴开跑 县市两地同步开展 那么这是一个新竹地区的艺术的摇篮 孕育出非常多的新秀 以及老干新秀 一起来创造我们新竹县的美 我们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 在10月15号以前 到新竹县市的美术馆 来欣赏我们新竹美展竹签奖的 得奖的作品 在新竹县的部分是包括了西方美才 然后影像技术位内容 科技媒体这个类别 还有立体机造型艺术 这三大类别 在新竹县的美术馆作展出 那在我们新竹市的部分 是在我们的新竹市 241艺术空间来做展览 那展览的部分包括了 我们的东方美才 还有书法铸科 还有工艺设计三大类别 县力美术馆与竹市241艺术空间 共展出133件得奖创作 今年262件作品参赛 分西方美才 立体造型艺术 书法铸科等六大类 其中龙美军创作灵感 来自齐柏林看见台湾 运用罗电 蛋壳和锡柏结合七亿 展现台湾山川美 拿下工艺设计类筑欠奖 主要是我以 我成长跟居住的地方 为创作灵感 然后将台湾的山川转立 然后河岸沿井 然后透过漆漆的方式 然后展现出来 用压克力棒把它组合成一种鸟龙的状况 那云是一种可以随意飞行的那种自由意志 那其中再加上一种想离开的那种蝴蝶在里面 人脸雕塑连结鸟龙 受困蝴蝶暗喻人心向往自由 鱼城中获立体系造型艺术类竹签奖 展出到10月15号 邀民众共赏细细品味 进入橄榄盛产期 新竹县宝山香种植超过45公顷 因为上半年雨水少 今年产量减少两成 但是品质反得更好 果实饱满 扎实脆甜 10月7号将结合双胞胎节 举办展售活动 有闯关游戏 敲橄榄流星鱼等 品尝正是时候 一颗颗翠绿橄榄挂满枝头 又到了宝山橄榄采收季节 相较于去年盛产 今年上半年雨水少 和气候影响结果率 产量下滑两成 今年产量是稍微有略幅下降 稍微减少20% 原因是去年结实累累 去年大丰收 但是今年就稍微少一点 品质还不错 因为今年的雨水 后期的时候比较丰富 所以今年的品质还算不错 悬箱种植超过45公顷 也是全台兼人橄榄产量最多的产地 年产量20万斤 在农友细心栽种和丰沛雨水下 今年品质比往年好 果实饱满 清脆多枝 在阳光下闪烁耀眼光芒 10月7号将在种子星球 举办当橄榄遇见双胞胎 两个年度盛大活动 首度合并举办 当橄榄遇见双胞胎 我们今年改变不同的方式 就是双胞胎节跟橄榄节 一起合并办理 那希望大家有一个不同的 一个活动方式 有我们这一个双胞胎的野餐布置比赛 以及我们亲子的一个活动 还有打橄榄 敲橄榄的这一个活动 橄榄闯关 亲子DIY 以及我们的魔术秀 各种的一个活动 双胞胎野餐布置比赛 亲子DIY 敲橄榄流星雨 橄榄闯关等精彩活动 都在当天热闹登场 邀双胞胎回娘家 大小朋友 大胆橄榄淬淬田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联播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芳暖 祝您一切慎心 我们再会